我是Alvin,一個隻骨神經科醫生 現在香港上班人士其實有很多問題 上班要坐得太久,坐了八至九個小時 坐得好的姿勢又怎樣呢? 根本要動得好少,很容易弄成健康問題 現在香港很多病人都會有腰背痛的問題 甚至會弄到有腰椎間判突出的情況 慢慢也可以弄到有坐骨神經痛的情況 現在香港人坐的椅子 通常坐的座椅都是盤骨和腰是九十度角的 問題是盤骨有些東西關了 而上身的壓力都在下面的腰椎 很容易弄成腰椎間判突出的問題 腰椎間判突出最嚴重的情況 可以導致整隻腳沒有太多力 我們可能坐、站、長時間都會痛 令我們不會想動 我會建議你每30分鐘起床動一下 但香港人實在太忙了 改善方法可以用一張椅子 幫我們的盤骨開大一點 它的底骨可以撐回我們的腰椎 腰椎的壓力就會減輕 整身的重量便會平均在脊骨上散落 一張負合人體工學設計的椅子 就可以幫到你 步驟 喜下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